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以两千九百五十二票全票通过 连任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展开党政军三位议题的第三任期 美国情报单位就指出 习近平在第三任期可能会就统一的问题施压台湾 情报总监韩思也表示 不认为中国想要开战 但是如果无法和平统一 就会选择动武 两千九百五十二票宣读完毕 一片掌声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毫无意外的两千九百五十二票 全票赞成 零票反对 第三度当选国家主席 以及中央军委会主席 展开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期 紧抓党政军三位议题 我宣誓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 韩正接替王岐山当选国家副主席 招了记者接替栗战书 当选全国人大委员长 习近平亲信李强 担任国务院总理 王沪宁担任全国政协主席 两会后习近平全面掌权的时代正式启动 美国情报单位报告就指出 习近平在第三任内 可能就统一问题施压台湾 而且削弱 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 则表示中国宁可采取和平手段 而非使用武力实现统一 但不能够低估习近平的野心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则表示 台海如果爆发战争 集成中国船舰 势必将成为美军首要任务 以防中国封锁台湾 白宫也公布2024年的预算 国防部太平洋贺阻倡议 就编列91亿美元 希望强化美军实力 确保战胜中国 记者韩英朋友组真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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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明